現任前戲就傳出有學校因為作業熟失,把水給學生吃,那這部分您在現任前還會來認識嗎? 這個教育局已經有報告,這個是不應該犯的錯誤 不過我們一樣,一樣會寫檢討報告,還有該成熟的會成熟,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本副市長還有,其實我們還有一個蔡副市長生病在家,所以我們還是要訊息他 還有我們陳志明秘書長還有各位首長跟媒體朋友大家好 本人擔任是台北市長八年,那首先要感謝我們全體同仁的支持跟付出 才能讓台北在一個進步的路上還是留下一些成績 那透過這機會感謝彭副市長、陳秘書長及各位局處首長長期配合我們市政發展推動各項市政工作 給台北這個城市帶來的創新跟改變 那麼一般來講說市政成績,大家還是習慣要問說硬體有哪些 事實上在我上任當天晚上,就拆掉了溫空八年都沒有使用過的中校西路公車專用道 從那一天開始,我們就開始了一個改變台北城市的一個歷程 那這八年來,我想各位首長都知道 每天早上七點半準時開會 不管怎麼樣,這還是我們毅力的表現 那這個其實,要謝謝我在台大醫院,三十年的教育,養成我們這種紀律的文化 那每天早上召開城會,建立PM制度 用理性務實科學的精神來面對我們市政議題 來探討解決方案,處理各種重大的市政 那這八年下來,在硬體建設當然做很多,從西區門戶計畫、東區門戶計畫、社宅市場 這是大家不要看得到 不過這些所謂的重大建設,它其實後面代表的精神跟文化,才是我們要去思考的 那北流北義大巨蛋,這畢竟千辛萬苦 雖然大巨蛋還沒完全使用 我大概包括國賠、法律學院都解決掉,就只等待中央批准,大概就可以完工使用 那昨天早上還開這個櫻圖的會議 這個大概是現在,這個規劃都完成了 現在就等預算也編了 現在就是等設計圖出來安部就班了去施工 美美二館已經在開工了 所以我們大概幾個重大建設都有在進行 那海綿城市、田園城市,這是我們比較有在注重這種 城市的長期發展,特別要去做,注意到 不過在硬體建設,這是看得到的 其實真正重要的還是一個政治文化的改變 我想有參加過程序員都知道 政治誠信是我們這個 這屆政府的最大特色 我常常開會的時候大家都明著來 你知道嗎? 我還記得我剛來當市長的時候,在開完會以後 還有首長問我說 市長你剛才那個意思就是那個意思嗎? 我還問他說不然是什麼意思? 後來才發現說原來 原來以前都開會講一套,背後下來還要再另外交代一套 奇怪,跟我們外科的文化完全不一樣 所以政治誠信是我們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說大家都可以很誠實的討論問題 很誠實的去面對問題 那麼這八年來就到我們理性務實科學了 我想你們都知道,你們只要變得引火都會聽你們的 大家就比數據,理性務實科學的精神 那科學跟宗教最大不同點在哪裡? 科學它永遠做,如果你提出證據 它可以改變 宗教是有不可以改變的一些信仰 這不太一樣 那最重要還是政治價值 我們不因少數的利益犧牲長期的利益 不因短期利益犧牲 不因少數的利益犧牲多數的利益 不因短期利益犧牲長期利益 不因政黨利益犧牲國家利益 我想這個大家都知道,我們這一點是做得非常好 那我們也因為說不同的議員,不同的里長 有不同的黨派給他不同的待遇 我們一向都是 堅守我們相信的政治價值 那作為醫生來當市長 心存善念盡力而為還是我的基本 行為的態度 那也在這八年當中 開放政府全民參與公開透明 一開始只是一個政治的理想 不過我們 還是給他一步一步給他實現 我們現在有公民事務委員會 青年事務委員會 還有連任透明委員會 我們都可以讓外面進來,我們台北市的觀香倒櫃 覺得哪邊有問題就給你看 主要是因為是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自己沒有搞什麼壞事 所以如果要看就給你看 那不管公民事務委員會或是青年事務委員會 他也把很多民間的提案 帶進市政府 我想這對公務員去面對人民的時候 他也是一種互動 建立一個良好互動的關係 那參與市預算 這是我們最大的特色 民主政策不是四年頭一次票 更重要他是一個學習 他是要培養的 所以那個參與市預算 從這個里長開始 那到 這種NGO、NPO 最後到高中 我想這個對深化整個台灣民主 是有他的意義 那公開透明就更不用講 大概沒有政府像我們這麼公開透明 也像議會要所知 除非是我們有 自己內部有命令 不然原則上都是 議員要所知我們都百分之百就提供 這也是 為什麼在台北市政府 弊案非常少 我發現只要公開透明 很多問題就解決掉 所以 我們那個連鎮透明平台 這個就解決掉我們很多 過去一些BOT案 老是被外界懷疑 我自己任內辦的BOT案都 從來沒有人懷疑過 因為 從第一天到最後一天 資料全部在網站上面 這怎麼會有問題 所以公開透明是一個文化 那其實是這樣 清廉勤政愛民愛鄉土 這才是真正我們去實現 清廉我想大家也非常清楚 勤政就更不用講 認真工作是一種文化 那我們對這個 我們所處的台灣 還是有他的 給我們的堅持 那 最好是要跟大家講 政治的核心是執行力 過去台灣的政治口號太多 做得太少 不像我們 當然大家覺得那SOP 類管 覺得好像很不習慣 就要跟大家講 我們也是在開會的時候講說 凡是不能寫SOP 不能寫Flow chart 不能畫 都是屁畫 我們要求他一定可以實行 這個是一個 所以說我們 我們一個很大的特色 那麼台北已經改變成真 我們希望他可以持續發生 這是我2014年選台北市長之後的競選口號 那麼今天依照地方制度 制度法的規定 由副市長 所以同局處的政府首長提出總辭 那麼新的事務團隊將在10月25日 接續我們市政的建設 那我們也希望說 市政是一棒接一棒 下一任的政府一樣 繼續努力 讓台北繼續前進 那最後 在這個地方還是要表達本人的 由衷感謝之意 要謝謝所有事務同仁的 辛苦付出 還有我們市民朋友的支持 你知道 這個 在這個地方 還是要表達我的 萬分的感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祝福大家 讓我們再次以熱烈的掌聲謝謝市長 製贈市長紀念品 請市長副市長上台 為了向市長表達由衷的感謝 及誠摯的祝福 請彭副市長代表製贈市長紀念品 另外大家也寫了對市長感謝的話 請市長一併留念 謝謝市長 請市長 彭副市長 護衛 請市長彭副市長護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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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